相关人员进出高规格防护不敢大意 国泰医院急诊内已证实有医师染疫 院方在二号傍晚发出了新闻稿证实 一名急诊室的医师确诊阳性 那么第一时间就暂停了急诊服务四个小时 进行环境大消毒 初步了解国泰医院定期为员工裁检 五月十九号起针对高曝露单位 包括急诊家户病房专责病房及清洁人员等 每五到七天裁检一次 这次发现的染疫医师主要活动范围都在急诊室 疫调推测是在五月二十九号急救病人做插管时染疫 幸好六位密切接触者PCR都是阴性 同样院内确诊情况也出现在淡水马街 而且人数更多 院方表示五月底开始针对未裁检的住院病患进行广筛 当中发现某一病房区有六名原本采因的病患 四名陪病者以及三名直接照顾的护理师 共十三人都染疫皆为无症状 一个病房的其中一个小区 那这个地方呢有发现病患以及照顾者 还有护理人员有阳性的感应 还有确诊的状况 那不过呢都在这个小区 院方强调相关楼层已经清空消毒 未有其他病房受波及 加上实施分舱分流 也让这起群聚感染未在向外扩散 三连新闻领文山珍家宣 来三居小组众好报道